欢迎来到我们的2024美国总统大选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乌龙虎 今天的新闻焦点包括 白宫表示拉法空袭并未违反拜登对以色列的警告 尽管这次空袭造成至少45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数百人受伤 美国政府一直警告以色列不要在拉法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但局势仍然令人担忧 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德州的决选选举,选民们将决定谁将晋级11月的大选 其中两场选举特别引人注目,一场反映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 另一场则决定哪个共和党候选人将对阵一位卷入法律争议的民主党现任议员 最后,前FBI官员斯特佐克和佩吉与司法部的和解案即将达成协议 这场官司源于他们在2016年大选期间的反特朗普短信被泄露 双方预计将在6月28日之前最终敲 定和解条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周二表示 以色列在拉法的空袭并未违反拜登总统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警告 尽管周末的空袭导致至少4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但美国并未以色列采取任何惩罚措施 空袭引发了全球的愤怒和对以色列停止进攻的呼声 拜登政府官员表示,这次大规模伤亡事件并未越过拜登本月宣布的红线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 以色列并未在拉法展开重大地面行动 并指出,以色列使用37磅炸弹旨在精确打击哈马斯官员 尽管有些专家和民主党议员认为 以色列的空袭已经越过了拜登的红线 但拜登政府并未采取进一步措施 华盛顿邮报报道 德克萨斯州选民周二将前往投票站 决定在机场决选中谁将晋级11月的普选 在德州第23选区,现任共和党议员托尼·钢萨雷斯和布兰登·埃雷拉将争夺共和党提名 钢萨雷斯虽然多次与民主党合作通过法案 但仍得到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和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的支持 埃雷拉则是一个支持枪支的YouTuber,得到一些极右翼共和党议员的支持 在德州第28选区,退役军官杰伊·福尔曼和牧场主拉扎罗·拉里·加尔萨将争夺共和党提名 胜者将在11月挑战现任民主党议员亨利·奎拉尔 奎拉尔最近因涉嫌受贿被起诉,但他和妻子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 《华盛顿邮报》报道 两名前FBI高级官员彼得·斯特佐克和丽莎·佩奇已与司法部达成初步协议 以解决他们指控特朗普政府非法报复的诉讼 斯特佐克和佩奇指控司法部在2017年12月泄露他们批评特朗普的短信,违反了他们的隐私权 斯特佐克在2019年8月提起诉讼,声称因批评总统而被不公平、解雇并寻求恢复职位和补发工资 佩奇则在2019年12月提起诉讼,指控FBI和司法部违反隐私法 尽管双方就隐私权问题达成了初步和解,但斯特佐克的宪法权力问题尚未解决 华盛顿邮报报道,在特朗普与曼哈顿的封口费审判中,检方指控他伪造商业记录 涉及前律师科恩向成人影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的13万美元封口费 以掩盖2016年大选前的性丑闻 特朗普否认这些指控,并声称这场审判是拜登的政治武器化行为 然而,案件由地方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提起,与拜登无关 特朗普还攻击了审理此案的法官胡安·梅尔昌称其为高度冲突且腐败的法官 但没有证据支持这些指控 梅尔昌此前曾判处特朗普公司犯有17项重罪 但他在本案中已被裁定无需回避 特朗普还抱怨案件应在7年前提起,而非在他竞选期间 但由于他当时是总统,案件无法提前进行 此外,特朗普声称自己受到言论限制 但梅尔昌仅对他进行了有限的禁言令 以保护证人和司法系统的完整性 特朗普的辩护团队计划传唤前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布拉德利·史密斯作证 但最终因证词限制而放弃 联邦选举委员会曾发现特朗普竞选团队违反竞选财务法 但因党派分歧未能追究责任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